原标题 共和国,相信大家都知道,最早的时候,它和我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,曾经一直都是我国的固有领土,但是因为满清的衰败,外蒙在苏联的山洞下逐立出去。 1945年,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被迫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,随后,外蒙古人民在苏联监控下举行投票,也正式宣布彻底独立,从此,外蒙古和中国再无瓜葛,变成了一个正式的国家。 独立出去以后,外蒙古因为被靠苏联的帮助,也过了一段时间不错的生活,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,被靠中俄两个超级大国,因为没有出海口,本身就是一个内陆国,由于失去了俄罗斯的经济和生活物资援助之后,外蒙古举步维艰,但是幸运的是,外蒙古本身是一个矿藏储量丰富的国家, 在被发现以后,正在人们都觉得,外蒙古很可能成为下一个阿联球的时候,外蒙古却自己断送了这个美梦,经过勘探,蒙古国煤炭储量258亿吨,设在世界范围内,是稳居前时的,并且新矿,拖矿,稀土矿金的数量,也稳居世界前列。 为此,1997年,外蒙古颁布了第一部矿法蒙古国矿产资源法,这部矿法位在西野更多的投资者前来投资矿产,而这些投资者大部分都来自于中国, 因为外蒙古本身就只和俄罗斯,中国以及哈萨克斯坦三国接壤,俄罗斯本身的矿产储藏就比蒙古国高,展开全文那剩下,对蒙古国矿产感兴趣的就只有中国了。 1997年,也正赶上中国经济腾飞的时刻,大量的中国投资商来到蒙古,使得蒙古的经济一直以两位数增长,让蒙古国进入了有史以来的最黄金时期, 但是,随着外蒙古政局更迭,国内开始出现了,保护矿产,拒绝外国人前来投资的声音,而为了得到更多民众的支持,于是,新的政府修改了蒙古国矿产资源法,将前来投资的门槛大幅度提高。 为此,大部分原本有兴趣前来蒙古投资的中国投资商开始离开,但是,虽然因为新法定的修改,减少了不少投资商,但是,依然有许多大的投资商,还在外蒙古继续投资,但是外蒙古眼见如此, 竟然在2012年,颁布了战略领域外国投资协调法,这部法律规定,矿业被列为战略性行业,外资进入受到限制,于是,大的投资商也被限制了,本身就依靠着卖矿维持国家运转的外蒙古,经济一落先帐,只能举债度日。 后来,蒙古国总理在会议上,对此事做出过声明,他说,是我们自己制造了这场危机,我们自己吓跑投资者,对此你怎么看呢? 据说点赞,评论和留言的朋友,今年都能好事连连,心想事成功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